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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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過心的溫暖 沒有想要誰償還 沒有人願意孤單 所以希望每天都圓滿 曾經勇敢的承擔 現在不會成為負擔 沒有人願意轉彎 所以越走越心安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繁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那麼燦爛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繁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那麼燦爛 我剛才呀 就該出手更狠點 你說得對 像這樣的人 就該收拾他 行了 這都什麼時候了 還嚇叨叨 這今兒得亏是沒出人命 這出了人命怎麼辦 你以後動就腦子行嗎 本來挺戰理的事 好了 你們都回去吧 出了事我一人扛著 嫂子 你可千萬別想不開啊 我哥要不要你了 我們都不答應 就是咱們不答應 能怎麼著嗎 你們都回去吧 別在這兒耗著了 不是 那您也不能一個人 在這兒待著呀 沒事 我一個人待哪兒都成 嫂子 這這兒連熱乎水都沒有 要不咱回家 照我意思啊 小美 你陪嫂子回家 我們倆能去趟醫院 把大哥找回來 也怪咱今兒沒想周圈 我們也做做大哥的工作 到時候 嫂子 也給大哥一個回過的機會 她就沒覺得她有錯 嫂子 她也就是我們大哥 她要不是我們大哥 我們早抽她了是吧 那是啊 嫂子 消消消氣 咱回家 咱好好商量商量 好 咱回家吧嫂子 你給春生打個電話吧 問她情況怎麼樣 哎 三兒 喂 喂 大哥 人沒事 在醫院裡輸咽子 行掛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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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咱甭理她 就當她死了 唉 嫂子 勸勸呀 好 廉姐 你還沒睡啊 什麼 你在哪兒 行啊 行了 好點了 我電話呢 手機 不知道啊 是不是蠟院子裡頭了 把你的電話給我 你幹嗎 給連接打個電話 唉呀 你就放心吧 給我 他肯定早已經撈到北京了 他那北京又不是你一個朋友 喂你好 秋梅 這是誰的電話呀 不是你太過分了你 算了吧 我現在在令老師這兒呢 我今晚先湊合一晚上吧 明天再說吧 唉你沒事吧 我沒事 明天手機就能用了 你先將就一晚上 對不起啊 拜拜 他在令海強那兒 在海強那兒 這下子你放心了吧 這下子你放心了吧 抓緊時間再睡會兒 嗯 這會困 睡 可是你不許走 不走 我真睡嗎 睡 我真睡了 睡 嗯 這都一宿了 這大哥還不回來 咱甭等了 怎麼辦呢 你看一會勸勸嫂子 讓她轉過去玩兒來 怎麼轉 可我也轉不過來了 從前我跟你吃午熟來 現在苦經根來了 你喝別人四房菜去了 什麼四房菜下 我說怎麼著啊 我媳婦我打好幾遍電話了 讓我趕快回去呢 救你有媳婦是不是 救你有媳婦 你別搗亂了 快快快快 不覺得嗎 行了 嫂子 二哥你快點哪兒 早出事了 她喝得好 把我往她媽媽那兒一扔 也不管了 她媽不就把我當成一個保姆來使喚 不對 還不如保姆呢 保姆還能賺點工資呢 我什麼都鬧不著 還得聽她媽媽的唠叨 看她媽媽的臉色 我跟陳俊一說 她就跟我說 哎呀我媽不會的 我媽不是那種人 要不然就跟我說 我媽媽養我這麼大容易嗎 你就讓她高興一點不行嗎 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 男人都圍著你轉 不管多苦多累 只要你需要 立馬飛奔到你身邊 鼓勵你 安慰你 陪伴你 你這話什麼意思呀 你沒什麼意思 我可算知道你為什麼離婚了 為什麼 你生不逢時 你應該活在一百年前 那時候的女人 娶回家就是為你看家戶院 伺候老的小的 你高興了就對人家好一點 你不高興了就不理人家 人家什麼還都不能說 如果說呢 那就是不賢慧 如果你在外面有女人了 還得高高興興的 給你張了娶妾是不是 對不起 可惜您生活在當下 二十一世紀 哪有女人願意做這樣的老婆呀 你高興了有時間了 人家就得伺候你笑臉迎上 沒時間了就得立刻消失 什麼都是你合適 你以為你生活在宋朝呢你 你娶了哪個女人 女人都得圍著你轉 你娶了誰 人家就得對你感恩戴德 恨不得感謝你們家祖族十八代 給了一個做老婆的名分和崗位 你做夢氣吧我告訴你 怪不得你被離婚呢 你笑什麼呀 我都被離婚了 我還不能笑了我 喂 好 我馬上過去 何春生在哪兒 她必須去 我給她打 怎麼了 太過分了 她也很想她呀 嗯 你接吧 喂 什麼 在哪兒呢 我知道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我老婆 各玩了 在醫院呢 那你快去吧 那你點兒 我沒事了 行 那有什麼事給我打電話啊 對了 你沒電話了 我沒事了 我我 我給那個連傑打電話 我讓她來陪你 還要給你留點錢在這兒 不用我有卡啊 現金留著方便 我讓連傑來陪你 我走了啊 還疼嗎 還疼嗎 不疼啊 我早跟你說過 不要在這種男人身上 浪費時間 你偏不聽 什麼叫浪費時間啊 你這就叫做浪費時間 他有老婆 他能輕易離婚嗎 他不離婚 跟你就沒有結果 這不叫浪費時間 叫什麼呀 就你跟建君 不叫浪費時間 你說你跟建君 這都好了多長時間了 不照樣鬧成這樣啊 這就不叫浪費時間了 我跟何春生在一起 起碼我還得到了 你得到什麼了 起碼何春生是真的在意我 而且給我找了工作 請問建君為你做了一點什麼呢 如果我這也叫浪費時間的話 那您高中學的三角函數 大學學的人體解剖 就不叫浪費時間啊 你說你真的需要知道 人體有多少塊骨頭組成啊 這跟你的幸福有半家關係嗎 有多少幸福女人 壓根兒都不知道 血腸龜是什麼 這會兒還照樣活得健康長壽的 你怎麼哭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多了 我不要哭了 沒事 我不怪你 你醒啦 你醒啦 我怎麼在這兒啊 你昨天喝多了 脫水了 別起來了 我都已經跟你起好架了 醒啦 阿姨 這回啊咱們可得好好謝謝人家冰丁 冰丁 快來 趁熱吃啊 阿姨我不吃了 我還要去上班呢 我先走了 這不吃早點怎麼行啊 來 來 拿著 幫我開熱的 好 謝謝阿姨 走了 媽 媽 啊 連結呢 啊 連結呢 好著呢 吵醒你自己吧你 這還沒轉正呢就請假 我看你把工作丟了怎麼辦 找政府工作容易啊 啊 公務員 鐵飯碗 你是不是以為就你條件好人家破格錄取啊 兒子 夠條件的人多了 人怎麼就破格錄取你 你也忒傻了 你說那小三胸 他再胸能怎麼著 咱們有理的 還怕沒理的 再胸也能收拾了他 你這還沒能自己動手呢 你自己就是那個了 你這不是拱手把那個勝利果實給他送去嗎 疼吧 那行 那行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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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家里这房子 公司 存款 值钱的我都写的是你姐的名字 别说那么多了 你断不断得了吧 你干吗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呀 当年柳燕跟你 寻死迷活拍出来瞪眼的时候 我怎么帮着你的 你别扯那么多 柳燕跟我姐能是一回事吗 她本质上是一回事啊 当年你喜欢摄影啊 放着那挣钱的营生你不干 你把时间和钱全画在摄影上了 那邱梅对我就跟你对摄影是一样的呀 我画在她身上的时间和钱 还没你画的什么设备啊 什么暗房里的时间和钱多呢 拍什么呢你拍 你拍什么呢你 你拍什么呢你 我 嫂子 你慢点你 来 来 嫂子 嫂子 你 嫂子 你 你赶紧上去街上 你别来这儿啊 你回去吧啊 这儿没你事 哥 你也走吧 姐 我跟你姐夫有话要说 那你别干傻事 走吧 我 你 你上次了 你去吧 老嫂娘们 你想离婚 我没有 春生 这种日子我过不了 家里一个 家外一个 别的女人成 我不成 咱们离吧 那 房子呀 还有家里的存款的什么的 值钱的我都给你 真的 真的 那你怎么过呀 我都不要 都给你 真的 我都给你 达从我跟你那天起 就把自己一辈子都给你了 你现在不要我了 嫌我多余了 好 我都不要 都给你 我成全你 你就跟那小嫂娘们过去吧 那 你怎么办 我上美国找我闺女去啊 那也成 那边 空气挺好的 再说你也应该 出去转转呢 这么些年了 咱们离婚 我只带走我带来的 闺女是我带来的 我带走 你干干净净的从头开始 不是 什么你带来的你带走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都不要 都给你 我只带走我和闺女 你这还听不明白吗 我去死 我让我闺女和我一起 我不能让她留在这个世界上 给你和那个小嫂娘们添麻烦 你不能这样啊 你这样是杀人 你这样不是杀人 我跟你这么多年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啊 你 你这是杀人不用刀 行行行行 咱 咱不离了 咱不离了行吗 你说不离就不离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你跟她断掉 程 我断 你别耍我啊 我不耍 我绝对不耍 你只要让我再发现一次 我就带着闺女死给你看 别别别 行了行了行了 海力我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你不能这样 闺女是咱们共同的 那这个家就不是我们共同的了 好好好 我不离婚 我向你保证 我不离婚 好 跟我一起去看闺女去 好好好 我跟你去看闺女 明天就走 明明天啊 这不是这这太匆忙了吧这个 你不去 那我一个人去 不不我去我去 我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现在好多工程 刚做了一半 你可以远程遥控啊 不是那事 那好多事得我签字啊 让海强替你签 你给他个授权 那 那那个餐馆的事怎么办 我已经跟人说好了的 让你妹打理 我已经答应她了 你什么时候跟她说好的呀 找她的时候啊 你什么时候知道 怎么知道 我在外面弄你餐馆的事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对对 除非己莫为 海力啊 你看咱已经说好了 我不跟你离婚 也跟你去看闺女 可是毕竟是出国 咱不能说去就去 为什么不能啊 咱那多次往返签证 不就做这用的吗 不是 咱 咱总得给女儿打个招呼吧 现在就打 你真的要上班去啊 去 我来吧 你行吗 别瘦 那别人要问你怎么说呀 笑一笑啊 什么都不说 柳月儿那么聪明 她肯定知道 知道就知道呗 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干嘛呀 我想睡一天 我还困死我 到我那儿睡吧 可我东西还在林亚强那儿呢 下半会我帮你去拿 人家还是让你住吗 我们住一天睡一天呗 陈生 是你说还是我说呢 你跟海强说吧 海强 你姐夫 还是决定跟我过 我呢 也愿意再给他一机会 明天我们就要去美国看闺女了 让你来了 是想 让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嗯 你让你老婆 你前老婆 去给那个小嫂娘们带个信 就说我们夫妻兵事前嫌 让她好自为之 让柳月儿说 柳月儿是她上司啊 这事又不归上司还 再说你这不是 为难人家海强吗 你让她怎么跟柳月儿说呀 有什么为难的呀 他们俩本来就有来有往的 不是我是 我是 我是怕柳月儿要是参护这事 那容易结外生枝 要不让我去 我亲自 海力 你要信得过我 这事你让我自个儿去说 信不过 信不过 当断则断 姐夫 你既然已经决定跟我解过了 这就是个断的事 越简单越好 我建议发个短信 不行 不行 不能发短信 这短信一发呀 就变成证据了 好像我们占了人家便宜 又不要人家似的 不能发短信 就找个人告她 这事结束了 就完了 她爱发短信发她的 咱不回 这时间一长啊 她觉得没机会了 就死心了 我觉得吧 这事儿 咱也得再想一想 有什么好想的 秋梅她是一光脚的 她们一家都是光脚的 她爸是一赌徒 她妈就是一家庭妇女 俗话说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那咱是穿鞋的 咱穿鞋得得怕怕光脚的吧 你现在知道怕了 你早干嘛去了 姐 你看这样行不行 明天你和我姐夫走你们的 剩下的事儿呢我来办 我回头啊 找这个秋梅好好聊聊 我再劝劝她 劝什么 你怕她想不开啊 别逗了 我告诉你 这些姑娘啊 想得开着呢 而且这事儿说到底呀 她到底吃亏什么呢 她白住我们家房子 花我们家钱 还偷我们家人 她就是拿去卖 也卖不出这价钱吧 姐 少说两句 行行行行 你们说吧啊 我上楼上睡觉去了 忙我一休我累了 你得给她留个面子 从现在起 你把我给她看紧吧 等别人上了飞机 才踏实了 睡觉去了现在 那也跟着 寸步不离 姐 你别给我来那套 什么抢牛的瓜不甜啊 婚姻不是瓜 要不抢牛啊 都得离了 你就是没抢牛 上去看着她 我今天有好多事儿要办呢 不能把人给我堪丢了啊 嗯 别装了 你睡不着 你睡不着 你怎么那么有经验啊 你姐呢 去银行取钱了 好多事儿要办 去美国你以为是去小汤山哪儿 抬脚就走 那说的就是啊 那说明天就得走 又说风就是雨 这多远的道啊 其实也没多远 睡觉就到了 喂 喂 李老师 我在门口呢 你开门啊 哦哦哦 忘了忘了忘了 这样吧 我现在在我姐家 你过来取一趟好吗 我这手机快没电了啊 行 请吧 谁啊 谁又过来 连杰 过来取钥匙 哎 他不是在医院陪秋梅的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呀 就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 所以我才要盯着你 你那块肉啊 特别的不结实 出这么大一件事儿 我是一老爷们儿 不说走就走 我得跟人打个招呼 就是对不对 知福莫过期啊 看来还是我姐了解你 所以才让我看着你 就是怕你打这个招呼 我对我姐办的好多事儿 我都不赞成 但这事儿 我赞成 你打什么招呼啊 啊 你有家有口的 你真能舍家撇业 不能 对吧 不能你这扯什么扯 打什么招呼 怎么打啊 你别到时候 人脑袋打出狗脑袋 没事儿打出事儿了 这要是古代多好 想娶几个老婆娶几个老婆 不如清朝 清朝 清朝就你这样的 你们家当初穷那德行 能娶上老婆吗 啊 五岁就给你淹了当太监 告诉你 感谢新社会了 没说我们家生子一网也讲了 没说我们家生子一网也讲了 那我走之前把钥匙再给你送过来 你找到住的地儿了 秋梅下班以后过来接我 秋梅上班去了 她不上班谁养她呀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那你赶紧回去充电去 你 你还真守着我呀 你去 你去 你去吧 我还是得等我姐回来 大男人啊 当断则断 别把自个儿搞得跟个情种似的 这种事儿啊 就跟手指似的 别老扯 越扯越长 好 对不起 你帮她的用户 这种式子 这种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秋梅 你现在到现场来替我一下 对 就现在 你怎么办 你知道吗 你姐跟我说 如果我跟她离婚 她就去自杀 还要把我们的女儿也给带走 听听 你可别逼着她这么干呀 她没文化爱冲动 而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别弹气了 跟我今天好好过吧 好 我跟你说个前车 王一飞 我一战友 就是 齐欢的前夫剑君她爸 当年她抛妻妻子 跟了一个比剑君大不了几岁的姑娘 小媳妇 她那日在当地也算是有名气 写过几本书 不得过奖 娶了小媳妇 写不出来了 这些年事越混越差 小媳妇天天跟她闹离婚 天天打 但她净身出户 一飞也就五十多岁吧 连气带折腾 进了医院 她妈妈 七八十岁的人了 亲自去伺候她 给柳月儿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她不知道我们俩离婚了 让我们呢 给齐欢说喝说喝 说不成还是让她们一块儿过吧 毕竟是原配夫妻 原夫原盖 行了 还行 你甭跟我说这些 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知天命喽 你是知天命不认天命啊 秋梅跟你差得二十岁吧 就是现在能过 等她四十岁的时候 你七十岁了 怎么过 天天吃伟哥 你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是不找死吗 你要是死了 你闺女怎么办 她还那么小 长痛不短痛 所以你现在断了 对谁都好 阿强 拜托你一件事 回头你跟秋梅说的时候呢 你照顾一下她的情绪 说实话 那孩子挺可怜的 爹妈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爸呢 就知道烂毒 他妈是成天在家里头哭 真挺可怜的 原本我是答应人家 在北京给他们开饭馆 这样你姐他们一闹 这事也闹不成了 正实话 这事我挺内疚的 我答应人家的事 我没给人家办 真的 这孩子挺懂事 坐在医院的时候 一听说你姐在那边有事了 赶紧就让我走 到现在 一电话没打 一信息也没发 你说是不是挺懂事的 真挺懂事的 他那叫懂事啊 他那不叫懂事 那叫有心计 古代奸臣的故事听说过吗 奸臣表现得都比忠臣好 皇上要是病了 恨不得能把自个儿的亲儿子宰了 给皇上做要饮子 那叫奸不叫忠 做老婆的都是忠 忠言逆耳 忠心耿耿 你不喜欢 不爱听吗 做小三的呢 全都是奸 说啥啥都不要 连名分都不要 就要你这个人 这话听上去挺感动吧 根本是谎言 有了你这个人 不啥都有了吗 二十一世纪 什么最宝贵 人呢 老婆 娘 没问题啊 林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强啊 令老师去她姐姐那儿了 给你找个照片 您 您有事吗 要不然给令老师打个电话吧 没事 我就去找案照片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您知道吗 吵架了 分手了 分了 你打算在这儿长住吗 没有 没有 我已经找着住处了 我今天晚上就搬 你们俩哪儿都没去啊 你怎么才回来啊 现在能回来就不错了 到处都是人哪儿哪儿都堵车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我不吃了我要赶紧回去 一堆事手机也没电了 姐夫啊 我走了 你快回去吧 交代那事别忘了啊 梦不了 什么事啊 明天几点飞机我去送你呢 八点 喂 林姐 我今天加班会熬得很晚 要不你今天先在令海强那儿 凑合一晚上 对不起啊 拜拜 来 我可能还在你这儿昏一晚上 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会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晚上吃什么呀 我看冰箱里有速冻饺子 行 对了 刚才柳月二说 让你回去找她一趟 她没说什么事 你们俩到底离没离啊 那我去煮饺子了 我问齐欢了 她跟建军掰了 你这么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 这是小事吗 多大的事 能上新浪头条吗 海家你今天多大了 咱们别白吃这个了行吗 她明天就搬走 真的啊 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这儿有一单活 婚纱摄影 干不了 你怎么干不了啊 你都找了一达摄影师都干不了 怎么我就能干得了呢 那不是 她没拍出来客户想要的效果吗 那我更拍不出来 我连个摄影助理都没有 你招一个呀 现在找工作的大学生多得是 就为你这活 专门招个助理 活干完了呢 开了 我干不出这种事了 海家我认真地跟你说啊 这次机会难得 你都四十多了 以后像这样的机会 你碰不到多少了 什么机会 伺候人的机会 对 就是伺候人的机会 那麻烦你 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吧 给我糟件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混成这样吗 我没觉得我混成现在这样 有什么不好 我干着我自己爱干的事 我还能从这件事情上 挣到点小钱 别人不欠我 我也不欠别人 我用不着看谁的脸色形式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不用跟人汇报 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不用想别人喜不喜欢 我非得混成你这样 今天跟国务卿吃饭 明天跟大明星合影 要是哪个大客户不高兴了 立刻夜不能备 食不能安 就好了 我看不见她 姐夫 怎么着 又这点东西啊 弹动多干嘛呀 又不是去阿富汗 缺什么再买呗 要不挣钱干什么又买 也是 那儿的东西比国内都便宜 你经常过来给我交交花 养养云 拜托啦 走 走吧 走 快点儿 老师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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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